他就是前三天每天打肋骨醇是一千毫克 把整个震撼教育把整个免疫瘫痪掉 然后再重新调整 那理事长因为他自己是当过好几个医院的院长 然后呢他也是当过退府会医疗处处长当过两届 那当他自己得病的时候 他知道在他这个西医的领域里面只能用肋骨醇 所以他就开始到处找答案 最后他是在网络上的维基百科里面看到传输因子 那发现说因为他在许多的这种报道里 也看到有很多什么生长因子 这个因子那个因子都在研究过程中 而传输因子是已经经过六十多年研究已经成熟 现在已经是可以到应用阶段 所以他也非常高兴 那么他也就接触到我们以后 他就加入学会 那现在他做我们的理事长 那你本人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 我是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 谈一个美国跟大陆之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那个朋友只是因为 好心就是说放个影片给我看 他要先忙一下 那我看了这个影片 我觉得从他的科学原理来讲 对我来讲这个是太震撼 他是直接是把讯息分子 补充到人体的免疫细胞 所以人体的免疫细胞立刻变聪明 就像我儿子是学电机 然后他是偏Bio方面生物 他的构想是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脑子里面就直接放个晶片 所有百科全书也就都进去了 所有的全世界知识我们不用学就都会了 那传输因子就有点这种意味 他是从别的生物个体把这个免疫讯息 比如一只牛很健康很强壮 我把他的免疫讯息放到我身体里面 许多在这种不同来源的 比如就连一只小鸡 他的免疫力都很惊人 你看一只小鸡刚孵出来就在地里找东西吃 竟然不生病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人 你趴到地上去舔个三天 你可能也要生病了 那小鸡体内的免疫力哪里来 所以科学家就发现 早搞了半天 是这个通通是同样原因 就是这个传输因子 这个免疫讯息分子 那现在科学家就发现说 除了人体有这些其他的生物体内 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小的基础的一种 免疫讯息分子 它只有40到44个氨基酸 所以可以跨物种 所以这也就是可以从不同物种来源 取得作为人的健康补充 也就是为什么能够一补充进来看 我们的免疫力可以提升到400%多 因为如果光用人血液萃取的传输因子 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地步 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际期刊 或者怎么样有得到怎么样的一个肯定吗 因为刚刚你听到说 十年前幽门广军就可以得到诺贝尔奖了 那就是像你说的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错 这个是非常大的事情 那所以刚开始我去了解的时候 我也是到处去找 甚至能找到的书籍都不多 那像我提到我们翻译的这一本 Dr.Aaron White 他其实是精神科医生 他也不是免疫学 但是呢 他是因为发现在做病患治疗的时候 他发现到这个东西之后 他觉得说怎么搞的 竟然没有人好好把它整理发表 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 他那一本书 前半段当然把传输因子的原理 以及一些临床实验的案例都提出来 那最后有一半 他是摘录了150篇 现在已经160篇 第二版 160篇 登在世界医学期刊上的论文摘要 那如果到美国的这个国家 医学图书馆 这个网站 这个 pubmed.gov 就是government pubmed pubmed.gov 到那里面 大家可以找到两千多篇的研究论文 那大家全世界收集起来 现在传输因子的研究 已经有超过三千篇以上的研究论文 所以传输因子是研究了很多 但是因为传输因子一开始是在写业研究 一开始四十年都是在写业 所以很难到应用的阶段 那最近这二十多年 才从牛的出乳萃取到了 到2002年开始 才从鸡蛋的蛋黄萃取到 那目前听说日本还在试着从鱼类的繁殖的过程 从鱼卵啊还是什么去找这个传输因子 那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成功的报道 但是基本上有脊椎的动物 它的免疫系统会制造这种分子来给免疫系统用 那只是现在人类科技发达 可以从不同动物来源把这种分子萃取出来 作为人类健康的补充 而因为它这种分子一开始就是给新生的生命来做免疫补充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 就是小婴儿生下来喝的第一口母奶 里面就有这个传输因子 那也借着这样 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的健康可以这样从母亲传承下来 那请问一下这个出乳是很少的 对 所以出乳是很少 所以目前来源在美国 还好是因为美国人吃牛肉吃得多 所以如果美国人都不吃牛肉了 那这个来源恐怕也要有问题了 就是说因为生一只小牛才有几天的出乳 那现在在美国的生产 它是就是美国各大农场 他们取第二天的出乳 第一天还是要给小牛喝 否则小牛健康会出问题 因为小牛生下来如果六个小时没有喝到出乳 这只小牛大概农夫也就会把它放弃了 因为它的健康会出问题 所以出乳对于生物的繁衍延续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而传输因子就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那你刚刚说蛋黄里面也有 那蛋黄就很简单了吧 对蛋黄是比较容易 那是不是就可以就这样的就可以下来 但是毕竟这两种所含的还不一样 第一次刚从出乳萃取出来 那个存的大概提升自然杀手细胞活性 只能提升到103% 那加了蛋黄萃取两种混起来之后 到了248%左右吧 那当然到了2007年 他们又在研究发现在出乳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成分 更小的分子 大概只有传输因子的三分之一 他们现在给它称作nano factor 奈米因子 那这种nano factor加跟传输因子再混合之后 像是什么样的改善 它是传输因子 我们是说它可以提升免疫的智慧 Intelligent 那加了奈米因子之后呢 它还可以同时提升免疫的直觉 Intuition 直觉 让这个免疫的调整达到更完美的地步 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形容来讲 好像传输因子像什么呢 像是一个交响乐团 本来各个演奏家的那个乐器 出来只是声音 但你把乐谱摆上去的时候 出来的就是音乐 那奈米因子就像在这个交响乐团 加了一个一流的指挥 就让这个音乐整个变得更为和谐 所以现在在美国 它已经制造出来传输因子是 含有这三种因子 从牛出乳萃取的传输因子 从鸡蛋蛋黄萃取的传输因子 再加上牛出乳萃取出传输因子之后 再经过细微萃取出来的奈米因子 所以现在它们有这种三因子的配方 Tri-Factor Formula 那这个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 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那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东西现在是在美国制造 美国制造 那美国制造其实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那大概已经有70几个国家都已经宣导进去 那在华人中间是比较慢一点 但是也开始渐渐我从三年前 第一次在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的首届高峰论坛 那个手册上面先把传输因子介绍出来 那这三年下来 国内许多一些医学论坛 或一些社群的这个会议中 我都尽量试着有去做演讲 那现在销售量有 在中国大陆那里反而成长非常快 那在台湾这边呢 我想是宣导还不够 绝大多数人还不大了解 在台湾当然我们学会有很多里坚士 也都是国内知名的医生 那也有一些医生已经在让他的这个病患在使用 出来的效果跟在美国那些研究数据是相当吻合的 他们有做出研究方法吗 没有很正式的 但是从病例来看是相当吻合 比如有的小朋友本来身体很差 一年是诊所的VIP了 可以要到三十几次去看诊 那传输因子使用一年之后就剩下十几次 第二年之后就只剩下个位数 所以跟在美国看到的那个数据 就是小孩看病的机会下降百分之七十四 抗生素使用下降百分之八十四 几乎是吻合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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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